今天是9月12号 周末明天就会开盘了 但是却出了两个重要的消息 是股市里面的大事件 那么是什么消息呢 对下周A股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还有就是新能源车在不断的放利好 可是很多朋友说现在这个位置很高了 有些人说新能源车就是十年前的房地产 还要暴涨还要大涨 可是有些人说这个位置很高了 好怕呀 不敢去 到底该怎么办 后面我们就新能源车这个方向 作为一个重点的解读 如果大家对这个方向把握不准的 一定要仔细听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上阵的一个走势 其实从上阵的一个走势 大家就发现了 上周他是走出一个五天四阳 对吧 走出一个反弹的走势 那么下周正常情况下 是要上涨的 那么为什么A股通信价就转好了 这个跟近期的利好有关系 还有周末放出了一个信息 什么消息呢 上面高层说要增加居民财产收入 这是什么意思 告诉大家啊 A股包括整个市场啊 现在都什么 感觉大家日子都很难过 对吧 股民日子难过 当那些做实体经济的那些开店铺的人 是不是日子也很难过 感觉这个钱就是不够用啊 那么他增加增加这个收入 靠什么呢 靠消费 那么没钱怎么消费呢 后面上面高层出了一个消息 什么消息啊 发挥资本市场的一个作用 说白了 以后的资本市场你可以涨了 朋友们知道吗 股票一涨 你是不是有钱呢 是吧 股票在这里拉 在这里涨 你的账户里面的钱是不是越来越多 那么股票里面赚了钱呢 你是不是可以去消费呢 你是不是可以去买车买房呢 是不是关乎所有人呢 所以从这个信息来看 股市利好来了 股市后期将什么震荡上行 记住我说的话 如果股市在这个位置再有低点 你上车就对了 不用怕 不要担心 股市的根本性问题开始转变 以前的股市 大家都知道是什么吗 以前A股就是来融资的 对吧 上市公司来融资就是来什么 圈钱的 但是自从这个信息出来以后 大家受不受问题啊 感觉上面高层的意思要变 从融资变为什么 变为开始要转向 投资对不对 至少要让股民开始有收获啊 大家觉得是不是 所以啊 后期可能会出现一个变化 那就是投资融资 这个要找到一个平衡点 而不是像以前那样 只注重融资 所以对股市来说 就是一个重要的什么 转折 好 那说白了 就是股市要涨啊 要慢慢的涨 第二个 信息是跟新能源车有关的 这个周末问的人最多 新能源车上面啊 放消息了 是吧 有些业绩大润 有些说这个空间巨大 都是什么翻倍 甚至翻几倍的销量 那是不是 估值会 什么 会不断下降 会不断的 股价会不断上涨呢 我们来看一下新能源车啊 其实如果你从中长期来看 新能源车这个位置是不是高位 我告诉大家是高位 大家看这个低点是 对吧 这个高点 我们稍微再放大一下啊 这里啊 好 这里是多少 一千零九十三 一千零九十三 那这个是低点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高点 这个高点是多少 三千零七十涨了多少 其实从低点到这里 差不多涨了两天点 对不对 这里的涨幅非常之巨大 也就是说啊 整个新能源车的一个板块指数啊 涨幅达到两倍以上 大家看这是什么时候 这里时间 2018年10月 现在是2022年10月 也就是说四年的时间 整个新能源车板块 涨了多少 从一千点涨到三千点 对不对 这个涨幅可以说是非常之巨大的 那么个股可以说非常之疯狂 诞生了很多的流股 五倍股算少的了 那么十倍股也是有不少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哪怕是作为大家伙的灵德时代 它也是涨了非常的疯狂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的启动其实在这里 2019年的11月份开始启动啊 2019年10月份开始启动 到现在差不多三年的时间 这个时候当时是70块钱上下 现在最高的是692 从最低点的70块钱上下 到最高点的692 它差不多也是涨了十来倍 都对 像灵德时代这么大的盘 都涨了十来倍 你想想那些小盘票 很多是不是涨的几十倍的都有啊 那现在回到新能源车的一个情况 我现在想问一下大家 这个时候你说新能源车是机会吗 很多人就会很纠结了 对不对 新能源车 大家看它它的一个K线 这段时间出现什么 一个调整的态势 然后跌穿了60天线 可是啊 现在出现两极分化 什么分化呢 有人说这里调整就是上车的机会 什么意思啊 以前没上车的 一直没有票的 对吧 看到它调整的 大家看 三千年七十调整到这个低点 这个低点是多少 我们看一下 这里 两千年三十六最低 两千年三十六 三千跌了多少 四百点 四百点的话 它跌了多少 这能调整下来十几个点 那你觉得这十几个点多吗 我觉得不多 所以啊 这个时候 大家就什么 很纠结了 我觉得 大家要注意 要注意啊 因为周末有朋友跟我说 我说 新能源车啊 在这个位置 我是看好它 要调整的 这个位置是相对的高位 要小心的 可是有说 这个位置你还胖 新能源车这个位置给你低点 就是上车 任何时的都不对 都都不错 而且它就是十年前的房地产 这个要涨到天上去 这个要涨到突破三千二百八十九 这个新能源板块指数 要涨到一万点 哇 大家一看 是不是很疯狂 是不是很纠结 我就在想啊 它的这个预期 为什么会这么高 您的时代都涨了一万多亿了 都涨了十倍了 那你如果你将它再涨到一万点 我想问一下 这里是两千七百多吧 现在吧 涨到一万点的话 它可能还涨到多少 七千多点吧 还要放几倍啊 还要放两三倍啊 还放三两三倍 那你您的时代再放个五倍 够不够啊 那我放个五倍 那不到五万一六万一啊 你觉得可能吗 现在大家觉得可能吗 所以啊 我告诉大家 在这个位置的新能源车 其实它就是一个调整开始了 我们来看一下它近期的走势啊 从K线上面来看啊 它其实是 是吧 大波段上涨 这一波大波段进攻 以后这里快速调整 再来一个大波段 它走势其实很明确 什么意思呢 涨的疯狂 跌的也疯狂 对吧 这是一个大V啊 所以 现在是什么 高点 你想想 它在这个位置 就算反弹了 再涨的话 它最多也就是什么 去冲击上面这个高位压力 对吧 3070 最多也就冲这个位置啊 这个 也就十来个点的一个空间 你 你想想 那如果啊 在这个位置 它往下跌的话 你想想 它的空间有多大 所以我们做股票 做技术分析 是吧 我们要注意这个什么 要注意这个盈亏比啊 对不对 它在这个位置往上走的话 上面有十个点的空间 就存在大压力 那万一冲不上去的话 你最多也就在十个点的空间 这个位置嘛 对吧 到这个位置 你肯定会怕了 它涨不上去了 你还不跑吗 对不对 但是 它要是往下走的话 那你想想 这里是多少 一千多点 哇 那跌的话 跌了三四十个点 那个股的话 不就跌了一半 甚至跌了一多半 你想想 你在这个位置去参与的话 是不是高位去站岗啊 对不对 我们就 核心票做解读啊 刚才说了宁德实战 我们再来看汽车整车啊 比亚迪吧 还有等一下长安汽车啊 我们来做解读 比亚迪 大家看 比亚迪是不是属于一个大油股啊 大油股啊 大家仔细看 在这里启动 这是什么 2020年的一月份 当时它是46块 最高冲的多少 大家看一下 对不对 冲的358 放了多少 我们就看到50块钱启动 350 翻了七倍 对不对 它这波涨幅也是非常大的 2020年 大家看 也就是两年多的时间 翻了七倍 翻了七倍 它现在是属于高位 因为我们看一下 它一个走势 大家是不是也发现问题 其实您的时代 比亚迪 其实比亚迪这个位置 你能参与吗 不能吧 对不对 这个是低点 这个是低点 没错 可能很多朋友说 这个也是低点 它下次会什么 突破新高 攻击 突破3358 它这么说 其实也是有你的 其实也是有你的 但我们来看 它这里的走势 你是不是发现 它前期的重要支撑在你 发现没有 前期的重要支撑 其实在这个位置 那我想问一下 这个位置 它到了支撑位没有 没到 它如果再往下跌 你在这个位置进去的话 再往下跌 你该怎么办 尤其现在是往下走低 要是跌到这个位置 那你该怎么办 你要不要割肉 你要不要割肉 那如果你不割肉的话 它跌穿这个位置 再次往下跌 你要跌到这里的时候 你该怎么办 那你的亏损幅度不是非常大吗 几十个点就没了 所以怎么办 我告诉大家 这个时候你就忍住手 等机会 等什么机会 等它调整到这里的机会 对不对 调整到这个位置 那我就可以考虑做一个博弈 博个反弹 博对了吃肉 对吧 如果博对了这个大反弹 那我不就吃大肉吗 博出来 那么你做个止损 亏损也不大吧 所以这个时候是什么 我认为是观望的时候 大家还是要拼谨慎 还是拼谨慎 我们看一下 长安汽车 长安汽车也是一个大油谷 为什么 大家仔细看 对不对 它近期走势 这里出现一个大V 然后 是不是发现问题 往下走 它跌穿了六四天线 其实它的走势 已经说明了问题 说明什么问题 汽车在向下调整 它的走势 已经是属于一个空头状态 明白没有 比亚迪 您的时代 那些是大权重 有资金在护盘 或者说有资金 仍然看好了 但是从长安汽车走势 大家已经明显发现 它开始 它在掉头向下走了 那如果它这么下走的话 大家看一下 它是大波动 每次都是这样子的 那么这里 如果再撒下来 你想想 这个空间 这个调整幅度 是不是很大 所以大家 还是要拼谨慎 综合来看 新能源车 在这个位置 调整 我觉得不是好的进场机会 是大家随时要注意的一个什么 高位出逃的机会 等它调整充分以后 再进也不迟 大家觉得是 还是不是 好 这一期的视频 我们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个音频 就是